总统府公布四位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之后 除了政党色彩被拿来做文章 被提名人之一的前促转会委员 太阳花学运律师尤伯祥 遭到民进党立委苏志芬质疑 曾在云林焚化炉贪污案当中 教苏证人做伪证 但是尤伯祥脸书发文澄清 律师可以先访谈证人 以判断传唤的并要性 并且批评这些都是恶意的不封捉影 四名大法官被提名人亮相 包括最高法院法官蔡彩珍 监察院秘书长朱富美 台大法律系教授陈中武 但总统蔡英文提名人选 唯独她的背景 连民进党自己人都质疑 游伯祥先生 现年54岁 现任威权统治时期 国家不法行为被害人权益收复 民进党立委苏志芬 脸书转发一则贴文 质疑游伯祥在云林焚化炉贪污案中 教唆证人做卫证 而爆料的人正是这个案件的 审判长前法官康述正 他贴出当时判决书内容 提到证人在法庭上拿出一本笔记本 里头都是游伯祥帮他排练的问答 而且是一问一答 指控游伯祥私下接触证人 有串证之余 不适任大法官 在法庭供证人依照笔记本 来演练他们排练的这个 这到底涉不涉及 教唆证人做伪证 游伯祥脸书发文 博持指控是恶意的捕风捉影 他澄清律师得在申请传唤证人前 先行访谈证人 以判断传唤的必要性 而证人自行笔记 谈话内容是他的自由 更没有要求证人 要参考笔记本作证 甚至带到法庭上 而游伯祥常年投入冤案救援行动 法界之地丰富 但国民党立委质疑他的背景 曾经是促转会委员 又是太阳花悬运律师 对民进党有功 大家也都对这件事情 觉得非常的压意 相信社会应该也没有办法接受 如果说大法官曾经有 类似这样子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确实是有争议 接下来大法官被提名人 必须到立法院接受审查 只求对决外界疑虑 一言一行都受到严格检视 这里是又重来台报道